能够再一次的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 主要的我想分享的一个讲题 就是如何能够保持巅峰的创业状态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 很多很多的这一些 我们所谓的这个 这些娱乐性的节目 很喜欢去了解很多事情 因为我听过一个很多人说过 年轻人要上位要成功 一定要有一种心态 叫做好奇的心态 就是很多东西想要知道 想要求知 想要扑朔迷离的去寻找当中的大案 因为年轻人的好奇 会让你产生一种欲望去追求去求知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我小时候 我相信我们在娱乐界 在体坛在运动 我们都会发现 其实不是很多行业 人人都可以持续的保持一个状态 这是不容易的 我们知道人在一生里面 如果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这一辈子只把一件事情做好 已经是功德严满了 一辈子里面你也把一件事情能够做到不错 是相当相当了不起的 当然我们讲了 一辈子要把保险做好 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最近我跟你说 人这一辈子里面有时候 一些最骄傲的事情就是 把一些人家看不起的事情做到了不起 我想那个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 那我们想在保险业里面 怎么样才能够保持一个巅峰的状态 我一直在研究到底有什么方法 可以像如果在演艺界里面 我们知道的刘德华 我相信刘德华是从初到17岁到今天 还是保持这一种我们讲的这种红的知名度 当然这种这种演艺人不多了 我就一直跟我自己说 到底我怎么样才能够不断的 保持这个创业的巅峰状态 我们才进入第一个点 到底怎么才能够保持巅峰的创业状态 持续的可以保持这种创业的这种状态 这种积极正面跟巅峰的状态 我就发觉到 其实任何一个人 你要再继续的走往这条路里面 你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 明确的人生目标 或者是你的事业目标 一个人如果没有清晰的人生目标 他没办法 没办法持续的去追求他人生 追求的这种价值 我实际上很多人说 我不追求一个福异的人 福异物质化的人生 我追求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我希望我的人生是精彩 是有价值的 我希望我的一生是忽悔的 所以我们要持续 我发现到有一个很重要 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 要有不同的目标 就会有不同的动力 一个人没有清晰的目标 他是没办法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 去克服他会遇到的问题 同样的经验保险业也是一样 我们不管在哪一个阶段 总有它的难度 就像你做生意 做生意也不容易 做生意也有它的一些挑战 比如说资金 比如说地点 比如说它的员工的管理 比如说它的货源 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挑战 我可以讲 每一个挑战都层出不新 每一个挑战都在不同的时候 都会游上来 那我们也不能列外 作为保险的创业者 我们也必须相信 在一处入行 到任何一个阶段 我们总有不同的挑战 但是每一次我们都能够克服 我们能够跨过这个挑战 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目标 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动力来自哪里 相信我大学毕业过后 我的人生我不想交给别人去管理 我对我的人生应该交给自己 有人讲吗 天生我才必有用吗 但是很多人天生我才被人用 我希望凭着我的努力去创造我自己的故事 所以当时候我选择保险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保险的收入是由自己决定 我当时候想法很简单 我只想一个月 能不能够一毕业 能够每个月赚到5000块 因为我希望 我每个月最少要2000块交给我家人 那如果我去打一份工作只有2000 那我怎么解决我家里的生活费用 我父母亲他们 我的兄弟姐妹这么多怎么办 所以我当时是只要找这一个 想能够自己掌控的一个收入 然后这个行业有一点空间 分缩性的自由 就是这样简单 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的动力非常强 为了追求这样的收入 我的能力想尽办法 我会想尽办法去达到这个目标 因为如果你知道 我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 我家是一个很简陋的木屋 我小时候印象中 我们连西面都没有 连地板都没有的 连那个四辉板都没有的 就是在泥沙地的 然后慢慢的才有 然后家里也什么都没有 电视机也没有 什么电器都没有 所以在这样的简单的家庭里面 家里很穷 我小时候是踩着我邻居这样的角色去学校的 你看我的高度 你想象了 我踩这个角色是多么多么的滑稽 是非常好笑的 我甚至是不敢去学校 因为当我进到学校 全场的人都会笑我 可是我没办法 不得不去学校 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一个交通工具 所以小时候呢 受尽了很多人的这个鄙视 也很多人的看不起 所以内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分气 时常埋咽 为什么我要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为什么我的人生是这样 我不能够像我家里 我朋友这样 可以很好的这个童年的生活 我小时候就要做很多的工作 然后我去学校 为什么这个很印象深刻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个学校 模范生的这一个课照 我是其中一个模范生的一个候选人 那老师帮我们拍了这个唯一 我在小鞋里面拍的一个 比较像样的照片 当时我穿的是破鞋的 你们可以看到 我是穿着破鞋去学校的 因为我家庭的环境 我的鞋子必须穿得破到不能够再穿 我才能够争取换另外一双鞋子 所以呢 可以想当时候呢 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而且我那时候呢 当然有埋怨 可是也蛮懂事的 我知道是我要靠自己 那我讲的今天 已经有一个改变我人生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可以说是它的转折点 它是我生命中得到最大的肯定 最受激励的一段故事 我在我中学时段呢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去帮人家捧面捧咖啡 在那个咖啡店捧咖啡的时候呢 我很害怕朋友看到我 因为我非常的自卑 我觉得我朋友会嘲笑我 如果他知道过回去学校会唱我 然后全校的人都会笑我 我小时候被笑到怕了 我踩到那个学校 踩到那个脚车 被人笑到我怕 我不敢去学校 到最后想到一个办法 把我的脚车放在我同学 靠近那个学校的同学 我讲 你是不是时常一个人走去学校啊 那我可不可以陪你啊 其实我是因为 我要把我的脚车放在他家里啊 所以我没办法 我就找机会 就放在他家里 我就跟他走来啊 所以我一直想想办法 那我也很自卑 所以我在捧咖啡的时候呢 如果遇到我的朋友 我一定会躲起来的 因为我怕我朋友笑我 那有一次1985年5月1号 那个是公共假期 所以那个时间呢 是很多人的 那时候呢 根本你没办法去 去选择 要怎么去服务你的客户 所以当时候呢 我的朋友 他们全家就来了 他爸爸妈妈 他公共婆婆 他的叔叔婆婆 大概十多二十个人都来了 那个咖啡店 就坐了在那个角落里面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不自觉的 大家一言 那我的同学来啊 那我同学问我 李翔 你怎么在这边呢 你爸爸是卖咖啡的吗 开咖啡店 我讲不是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爸爸不是 开咖啡店的嘛 那他问我 为什么也会在这边呢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答他 我就没答他了 然后过后呢 我回去拿完咖啡回来的时候呢 他爸爸就问我 我就跟他说 我只要周末有时间 我就会来帮忙 赚起一些生活费 当下他爸爸跟我说的这一番话 是我这一辈子无法忘记的 那是我人生受到最大的肯定 我小时候蛮会读书的 所以我小时候得到很多老师的肯定啊 学校的肯定 但是那个肯定啊 根本不是学术上这种肯定 那是我一辈子最充满记忆的 你知道他的爸爸在我的面前 指着他的儿子 包括他的婆婆 他讲你啊 你看着你啊 他指着我的同学 他讲你看你啊 这些习惯啊 富建华讲啊 你这个小 你这个小孩子没用 你是没有用的 你看你的朋友 你是干他塞的孩子 你的同学都有本事 靠自己赚钱的 因为他妈的每天都跟我拿钱 讲的难听一点 比较粗俗的啦 你每天都跟我拿钱啊 你看看你的朋友 我当时我想对啊 我比我朋友还可以 因为我可以靠我自己赚钱 所以当下我是我人生中 得到最大的肯定 不用说 我很奴隶的 从我第一天进来这个行业 就是很奴隶的 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说 保险业 因为我的努力 它实现了我几乎所有的梦想 很多人说保险不是我的梦想的事业 但是他却实现了我的梦想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这句话 但是我绝对更有资格说这句话 我实现了几乎我人生所有的梦想 因为保险业 我也给到我家人的生活 如果你是一直追求这个的 我告诉你 当你已经达到这个目标 你还有动力嘛 所以你要寻找不一样的动力 我要发展团队 我进来这个行业 在我第一天进来 我就很明确的 我不要一个人做 这个行业这么美丽 为何一个人孤近作战呢 我要千金万马 我要有一批我们讲的 我们共同有目标 有志同道合的伙伴 我们一起创我们的人生 借我们的故事有心得 因为我从第一天进来 我就把它帮着是我的另外一个动力 帮助伙伴的成功 是我最大的责任 所以我十三个年轻人播的 你的成功是我的责任 不是每个人敢说的 但是因为我尽力的去做到每一个点 所以我敢说这句话 所以我那年进来 我们会引导他有正确的目标 然后我甚至会安排 我这么忙 我一年的演讲是很多了 可是很多时候公司邀请我演讲 或是其他外面演讲 我都尽量的安排说 我要带几个表现优秀的年轻朋友 跟我一起分享 因为我想希望这个平台 让他们找到更大的自信 让他们更相信这个行业的空间 让他们更大的动力要去做得更好 所以你看这几年里面 我很难跟你说 我到底安排了多少场 不同不同的伙伴 我的事业 我要提拔的人 他们跟我一起去到处去分享 因为我为伙伴设立的目标价值 非常非常明确 所以这些海拔 我倾心的设计 希望给他们有一个更大的肯定 因为他们的成功是我的责任 所以为伙伴的目标分价值 除了帮助他们分享 甚至是引导他们让他们的潜能发挥的更好 我也培育了很多在公司的冠军 这是在2018年 大东方的新进的 这个agency director 新进的这个unit manager 新进的top agent 都是我的团队 所以我觉得说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领导人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动力 当你的目标放在帮助你的伙伴的时候 你的层次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动力会比别人更强 那为了确保伙伴他们的成功 你看到 所以就不知不觉的 我已经一直持续的 我讲了一直不断的发掘人才 培育人才 也成就了很多人才 我相信目前马来西亚 能够再这么年轻 可以spin off 32个agency director 应该舍我取谁 应该就是陈李翔 而整个成员也接近1000个了 就是这个就是 因为为了要帮助伙伴 而成功建立了一个团队 晋升到另外一个就是为团队 我要怎么帮助我的团队去创造更好的这一个创业的氛围 去建设更好的这一个机制 所以我一直思想 我一直想着怎么可以跳拓传统的保险的经营模式 我们要为团队创造不同的这一个这个经营的这个策略 所以我每天在想怎么把保险做到系统化 企业化 专业化 品牌化 全方位化 科技化 或是明星化 我们把我们的行业曝出来 我要去怎么去创造 所以10年前我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团队 我自己成立了自己的这个企业 我就是要去把这个行业做到不一样 当你的焦点放在做团队的时候呢 你的胸怀格级更大 因为你的动力更强 因为你不再为个人 也不再无单意的为一些伙伴 而是为整个团队创造一个更有竞争的优势 所以在这10年里面 我们的团队几乎都一直在成长 关键是我只做10样事情 这10样事情就是制定政策 政策制度 系统 品牌 文化 架构 标准 战略 还有我们讲的一些规格 我们团队有一个共同目标 就是让世界看见马来西亚 从理想理财 也就是我自己的团队开始 从GI group开始 既有这个目标 我的动力更强 因为我知道我要付出的努力 不单单只是 只是把自己做好罢了 所以我发觉到 跟我同学的一些朋友 为什么他们停留到一个街道 他们就会松懈下来 他们就会停滞不进 为什么 因为他个人的目标已经几乎达到了 比如说你想要达到一定的收入 那你收入达到 你还有什么动力呢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会 我们讲的会 会卡在那个关键的卡 甚至是会舒适下来 可是当你有不同的目标 你的责任不一样 你的那个力量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几年里面 我一直为团队创造一个 我们要的一个愿景 我们要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 Row Model 一个受险理财业的一个标杆 我们要成为行业的一个典范 这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明确的使命 我们要帮助客户 透过我们的专业 达到他们的圆满的人生 我们要创造一个 积极的创业原地 让我们的伙伴这边达到优质的人生 我们甚至要提高 受险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 种种的这个团队的这个愿景跟使命 让我有更无穷的力量 所以除了这个 我们也要在公司的业绩方面 也要有一定的表现 所以基于这种动力 这几年我在我们的公司 马来西亚大中方 几乎培育新人 最多的大部分都是我 我相信我是整个公司 培育最多新人 甚至海外旅游奖 最多的这个团队 因为我们做的东西 是整个战略性的 整个趋势 整个方向 所以整个团队 也达到了这样的一种标准 所以我很感恩 也成为马来西亚 目前为止 第一个联系四年 获得双冠的 这个保险500强的团队领导人 在马来西亚 我是唯一的一个 目前我已经获得 马来西亚的基督大权 我是第一个获得这一个 也是第一个获得 马来西亚最长的 最久的 持续不断的IDA award 是因为我比达 更早人看到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要为团队建立优势 要卡位 甚至在两年前获得马来西亚 这个亚洲 这个年度最佳领导人讲 我想这个 对于整个团队来讲 是加分的 我很感恩 我做的每一个动作 just because of our agency our team because we want to add value 我们要增加 我们团队的价值 让团队更不一样 所以致力的保持 团队的竞争优势 我们要卡位 不要护航 所以我也建设了 自己的办公室 我在槟城也建设了 一档我们属于 我们自己的办公大楼 我甚至在KL刚刚搬进 有些新加坡朋友 有机会过来 欢迎你们来参观 我们都很用心 想把保险做到企业化 我相信我的办公室 是自己投资 我们真的是很用心去 去发展 只要为行业创造价值 我相信保险业 我一直很不分析的 我当我进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遇到很多的学弟学妹 我讲 要不要跟我一起做保险 你就知道我都很积极的 他就跟学长不要 保险不是我要的那一个 我的百里地不是做保险 甚至有些 insurance is not my cup of tea 对不对 听到我好疼 我好伤 而且为什么这样好的行业 没人看到 就是很多人都不觉得 它是真的 所以我要很努力的 去推广这个行业 因为我相信在疫情时刻 这句话最有到位的 保险是世界上 被众人误解最深的 但在关键时刻 它是有最价值的产品 保险界也是被众人 负劣的一个行业 面对疫情冲击之际 它是最具抗疫性的行业 我们这个行业没有影响 像我本身在这个半年里面 我们都一直保险很好 因为保险业拥有很多的特质 是这个行业 我们讲了很多行业没有的 尤其是对抗抗疫 anti-pandemic 我讲anti-pandemic 所以我们要为行业创造价值 要提升行业的社会价值 所以我写书 我希望透过我的书 能够为这个行业留下一些价值 我的文字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所以我出了一系列的书 当然有不同不同的版本 也很借感谢 本借保销 也让我有机会在保销 这边也出过一本书 那我未来还有很多书要写 不过我很骄傲的 就是我所有书的版权 赚的盈利 都兼给我的母校 因为我相信 如果我没有中文教育 我就没有今天这样的一种仪台 所以我很感恩 我能够到世界各地去发 去分享我的这个中文 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 是来自我的小学 我的母校 然后我也拍了我自己的电影 我希望给大家看到 保险业不是你们看的 就是那一般的salesman We are entrepreneurs 我们是企业家 我们的所有思想是不一样的 我们最大的特别是我们的mindset 我们的思想 所以我把这个故事 拍了一个微电影 我希望有机会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这部电影 能够为我们的行业 展现一个不同的价值 我们做保险的人 其实跟所有的这个 企业经商的朋友 其实我们也一样 在创造自己的这个故事 在建设自己的这个 这个人生 在创造我们自己的企业 所以我希望 我们能够做一些动作 所以当我有了这个动力过后呢 我的努力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希望 我相信一个有使命的人 有艳景的人 他是不会累的 哪怕是physically 我们讲体格上的这个 这个累 他只要休息一下 但是在精致方面 他永远有坚定的一个目标 因为他知道 他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很感恩的 我进来保险业就是不断的去往这个方向 从我一个人一开始 到现在有一千个人 到现在慢慢的 我从我一开始的业绩 我只是做到五万块的业绩罢了 但是后来 我们就是一直这样的努力 这样的努力 所以创造了一个很经典的业绩 那除此之外 我也是目前为止 马来西亚在保险业上 唯一的一个能够在商会 企业的商会里面担任总会长的 我目前是马来西亚创业助金会的全国总会长 我带领了有大概2500多位 都是马来西亚的企业家 那我相信这份的工作 这份的责任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你要知道 它是公益的 公益的一个商会 没有收入哪的 可是我走进去里面 希望他们看到 保险业的人才 其实是很多的 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 你们过去对保险业的认知 其实都是错的 我希望你们可以重新的去认识保险业 所以我也时常受到报章的访问 时常有一些分享一些 在不同不同的一些企业的一些平台 所以慢慢的 真的我发觉到 学习奉献与商会 就是为行业创造价值 我也呼吁所有做保险的人 不要给人的感觉 我们做保险的人 只是讲大车大物 只是讲梦想 只是讲自己 只是讲我们所谓的 自己赚几多钱 我们不应该给人家看到 我们就是一般的 我想给人家看到 我们做的事情 是不只是为各自 为个人 而甚至为整个行业 甚至为整个社会 是产生价值的 当然除此之外 我也希望我能够为年轻的一代 我觉得我对年轻人 有责任 所以我实际上跟自己说的 为年轻的时代当责 为下一代创造价值 所以我时常到 很多青年团体里面 去分享 去希望能够树立一个 年轻人的榜样 能够引领整个行业 能够带动同业的 这个突破的核心 让人家重新认识 我们这个行业 甚至是 他们能够有 更不一样的人生 有更不一样的生命 所以我时常讲的 我用这句话 用生命影响生命 帮助所有 有梦想的年轻人 所以我成立了很多 公益的一些团体 包括大专青年的服务 我每一年都做很多的 青年团体的这些 这些培训 去帮助年轻人 找到他们自己 有一个正确的 积极的人生观 我希望我们的影响 能够帮助到他们 我也很感恩 上天对我不错 赋予我一定的能力 让我有这样的魄力 跟这种能力 去影响 这个时代年轻人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到